看到了吗 周日建成老师 还帮您开持播解了美股 让你知道整个的一个 不论恶物 乌恶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国与国之间的角力 让您把你的心定下来 跟着建成老师 我们一档一档的大老鹰赚上去 这三天不得了 老师 您的股票 而且高还要更高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的是 建成老师 您准备好下一档了吗 我们已经准备好 建成老师的 准备好了 好 球棒准备好 下一档在甜蜜区的 下一个甜蜜区的 你要赶快跟上来 准备会棒咯 欢迎好朋友来到 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几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4分 您在用餐的时间 我们再次的开了线上的直播 看到了今天台股的大涨 因为这几天实在是受到厄污 吴吴饿的纷纷扰扰影响全球股市 影响美股影响台股 在昨天听到俄罗斯撤军了 撤军之后美股立马喷 费办更是喷得凶喷得狂 喷了5%多 台股今天也大涨 来我怎么讲的 礼拜天我给你开直播 是 礼拜五的美股费办 也是大跌5%吗 我计算是4.9%吗 对 对对对 我们跟你讲 不要管它 是不是 没错 礼拜一 礼拜一整个台股受到这个肺斑的影响 大跌300多点 我们一样在那边开直播啊 谈笑丰盛 因为股票持续创高 我不在那边开直播 而且还是情人节 是 我跟甜心两个人在那边跟你谈笑风声 300点干我什么事 还唱歌给你听 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没有 看到了 全中华民国头部分析师有几个 像我们这样 做节目 做节目 嗯哼 我跟你讲 今天部是有底子的 我怎么可能可以这么淡定 我们淡定就算了 这两天 金中华科再给你创新高 95块 有没有 你不要看我昨天躺在医院啊 嗯 对不对 我躺在医院 我照样怎么样 带着会员赚钱 是啊 没错 跟我人在哪没有关系 股票 没有涨跌的问题 是能报不能报 没错 股票没有涨跌问题 也没有陈建成 躺不躺医院的问题 是啊 我躺医院他照涨嘛 是啊 那你就照我们选股的功力嘛 你相信老师 良不宜心坚定 股票就是让你能够继续赚到创新高 就是这样赚 好朋友们 今天老师 大盘大涨 我们今天股票持续一样是 非常的强势 好那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老师你又要帮大家再来 好好的检视一下新闻 来这个清代会员 你看他写什么 金拓科玩风 获利百分百 100%的获利 因为已经翻倍了耶 四字头45块的话 好几次他们想卖 好 而且他手脚要绑住 他说什么 获利是怎么样 嗯哼 等来的 是等来的嘛 对 有没有 有 股市最美的风景 他们军写的啊 对老师你说过卓越的人生是熬出来的 是啊 好的获利就是等出来的 每天都上上下下的 对不对 问题是你看到一杀你就想要卖 嗯哼 对不对 一涨一又想追 对不对 来 他把他的对方单 他自己的 贴给我 就未实现存益 什么西伯台康生计 什么来每一天 他自己买的 跟我没有关系 你就看这一涨就好了 清头科 100% 哇 获利率100% 股价在94.6的时候 嗯哼 应该是到昨天为止 昨天 今天开盘 盘中又到95 对对 然后有人 开始 又想完左哼右哼 对又开始了 我一看到盘中开盘没多久 就马上杀到巴巴 我一看我就在那边笑了 有人开始自己偷偷 就是又在那边左哼右哼 因为我相信这段时间 一定很多人不是我们会员 对看我们节目 看我们节目要去买了 反正你昨天去买了 今天一看一杀你又在怎么样 砍 你又在怕你那边砍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我告诉你这个情形呢 从四五十块就有人这样子砍了 对不对 六七十块又有人这样砍 八十也有 八十又有人要砍了 你再去砍啊 现在到95了 对不对 我不是前两天我还跟你讲吗 你砍啊 没关系啊 你尽量砍啊 你那时候八十块就砍掉了 你不是又后悔了吗 因为给你倒九十块了吗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在封关 没错 新春那时候 是 我就我们就前面有讲 你来你砍啊 我在盘中我就讲 来你去砍啊 你去卖砍 你去卖砍你去砍啊 结果新春红盘回来 他是头儿也不回 七到八 八到九 九到九十五块 创新高 天天在创新高喔 这不过就是短短几个交易日 亲爱的好朋友 对不对 今天一早 今天一早耶 哇 你看 你们就这么爱做短线 然后就 对不对 轻轻轻 然后昨天买 今天一拉高就想要走 我跟你讲 这个是新贵股 呵呵 这是新贵股 新贵股没有涨跌幅 对 我也提醒你 你不要用市价 去追买 然后去追去杀低 不要用市价 你要你要挂价格 就是他上下三档 都是你看得到的 你用那个限价去挂 可是价差也都有一块 甚至有时候价差 会到一块半两块 你这样去砍 乱砍乱追 你这样对吗 你这样对吗 不是这样操作 好苦票是要 在八十块那时候 我们也在盘中 就有人在那边盘中这样想 我说你砍啊 没事啊 你就卖啊 对不对 你不要卖到过两天 又到一百了 对 真的 你真的会垂心肝耶 对不对 对 今天已经 六七十块的创围 你也要砍啊 结果到两百次 对啊 对不对 六七十块的 资源到一百块 你也是要追来杀去 追来杀去啊 新唐也是 对不对 强茂也是啊 强茂在昨天也创高 这两天都创高 109位 老师 虽然您人昨天没有开直播 但是昨天的强茂 还是创新高109.5位 因为昨天有新闻出来嘛 待会有时间老师 也帮大家解释 巴菲特班的强茂 对不对 我们之前就跟你亮牌了 对 也是封关前买的 那一百零三 那时候也许也有人 他那边挣个几天 有的人你就是泡不住啊 你也是要走啊 那你爱走就给你走嘛 就这两天到109了 我一直跟你讲喔 唯一可以让你对抗 国际利空的 唯一可以让你对抗 国际利空的 对不对 唯一可以让你对抗 国际利空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买趋势成长股 所以我常常就跟你讲 等到指数一回来 他随时就怎么样 有可能再创新 风一来他就上去了 对 而且呢真的就是不只是趋势成长 而且就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型的股票 对啊 所以呢 看到了 你股票你还要这样做来做去吗 就已经让你一直不断的印证 印证再印证了 亲爱的好朋友 又来到了甜蜜区 对 50块60块 你就怀疑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刚刚打一个 打给一个 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有想要入会 对不对 因为1000万的资金 对 然后呢 一样啦 很多人都是一堆学类师 或者参加其他老师的学类师 然后呢 就开始怀疑 台面上到底 这些分析师 真的可以帮人家赚钱吗 他们现在心里头就开始有点那种丢毒啊 我就跟你讲 很多人节目上拿出来讲的 会员都没有 其实还蛮多的 你们 还蛮多多 但是我们会员朋友都是真实在想 这赖都拿出来给你看了 实实在在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一档你也知道嘛 我不是今天才讲嘛 我都跟你讲两三个月了嘛 只是你不相信啊 是不是 我就跟你讲你 七月初的时候 叫你不要买航运股了 叫你赶快撤了 跟我去买新唐 创围 对不对 强貌 你也不要 你觉得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讲航运 大家都在讲这一个 钢铁 货柜三雄 对不对 老师你真的讨论盼去 这个时候谁在给你做电子股 我就跟你讲下半年还是电子股嘛 所以你不相信 那你看新唐创围 不是一支一支往上涨吗 标新高吗 对 对不对 都两百多块 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过去 航运也不是一下一个月就涨到两三百块 它也是从十块 对 对不对 半年的时间 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半年才涨上来的 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还告诉你说 已经泡沫了 已经 到顶了 几十万人 通通都在传上了 我说两百块股票传 没看到几十万这样的成交量 这就已经泡沫了 对 筹码乱了你都不相信 对 对不对 该反应的它早已经超过了它的价值了 该反应都反应过了 所以呢 你错过了 那怎么办 当然还有下一档啊 就像很多人都在问啊 老师你看创委都涨上去了 老师资源都涨上去了 那老师是不是还是一直不认给你 我当初给你讲下一档创委 对 下一档 伪权店 伪权店 我拿这档给你 你 你有没有跟下 你有没有来跟 对不对 你这几个月你来入会 这档你都有吧 是啊 是不是 你都有赚到吧 没错 对不对 那我现在给你讲 我再找下一档给你啊 是不是 有 你要不要来吗 当然 特班我都已经招一个月了 是 对不对 我不是招不满 我是 希望能尽量帮你啊 我是希望你们都可以尽量来 因为这是一年期 我说你今年 你就不要在那边左轰右轰了 对 你好好跟我一两档股票 你就给他好好报一个大大 大波段 好如果一倍都不叫一个大波段 那你告诉我 你要赚几倍你才爽 对不对 是不是 不然我昨天住院 我就看 哇 94 95 对看到他创新高的时候 没有 我刚才直接喊比较快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 这档经托课 因为老师你在去年十月 有帮助小资组有特别开一个班 小英班 对50元以下小英班 都有 那个时候他还不到50块 老师还一直说你赶快来 你赶快来 你来得及 50块以下你赶快卡位进来 那时候他超过50 可是我还是让小英班的来买 所以小英班的 你几乎都有这一档 对不对 对啊 你都已经一桶金赚起来了 因为小英班的 我们多数他的 资金部位 资金不到50的 对50万以下 有人买个5张 OK啊 我记得有一个买7张被我骂 被我念 对不对 他的那个比例 老师说你要分配 对他说他买了7张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 我还拿出来讲 我就还被我念 但他偷买了好开心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 我后来偷卖没啦 如果他7张 一直报到现在 对 对不对 其实这样一张 他应该赚4万有了 对不对 7四 28万 快30万了 对不对 亲爱的 因为比你薪水好赚吧 你看他才四十几万的资金 光一档金托科 已经帮他赚2 30万回来 30万了 你见诚老师发 那会费才多少 对啊 见诚老师发红包 小英班他说 三个月会费才多少 是啊 真的我印象深刻 那时候老师还一直说 你赶快卡位进来 你还来得及 50块左右 好朋友们 到现在回头一看 不过也才短短 两三个月而已耶 好 回来看新闻 好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俄国会撤回基地 俄军会撤回基地 对啊 而且他说2月16号 美国不是说2月16号 没有开打吗 我才告诉你 消息都是人家在掌控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嘛 对不对 消息人家掌控了 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你有想过非半给你叠个5% 然后昨天又谈个5% 然后昨天再给你涨个5% 5%多上来 对 有没有 你真的要这么每天 贴着这个消息在做股票吗 那你怎么做 你没办法做啊 对不对 所以说了 你就是看着我们的节目 然后周末的时候 看着建成老师开直播 告诉你美股 帮你解就对了 老师的眼光 我们的节目都看这么久了 对 如果我不算稳的话 那我还真不晓得 哪个分析师叫稳 我还跟你讲 你一定要稳中求 你不要去显中求 我说真的 然后显中求去追高 一个撒下 你又不知道怎么办 乱买乱买 然后乱砍乱砍 你的资金就是在乱买乱砍当中 你的钱越玩越少 那又因为你买的股票 又不是趋势成长股 你又不晓得到底能不能报 所以碰到连杀几天 就像一月这样股票 一直这样天天杀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为什么我们的股票 都报得牢牢的 结果怎么样 再创新高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要 莫听利空升高升 对不对 然后呢 何仿营效且徐行 老师没错吧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 危惧 山头邪照却相赢 结果呢封关前那三天 你山头邪照却相赢 你不要去怕猎杀黑色一月份啊 就是这一首诗 一月天天杀 我们的股票却可以逆势创新高 是的 不要说金拓了好了 羽龙不是也是吗 2233羽龙 对我们带你买的羽龙啊 平安 明安 明安 8938的明安 插几粒插几粒 对明安 不是吗 没错 那为什么国际利空这样下来我们的股票确定是上涨呢 那选股问题嘛 它不见得要飞航标 但是我告诉你 光一月整个中小型股这样杀下来我们的股票 你不要说像金拓科标成这样啦 只要确定是上涨那基本上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要删投鞋照却相应啊 对不对 你去看投信哪一个基金现在的净值会比一月 这一个一月初还要来得高的 没有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新闻 老师其实早早都已经帮你解读完毕了 那现在呢 所以莫听战情升高升嘛 一下又疫情 一下又战情 一下又升息利空 来这两天 那个联准会的这个一月利率会议又要出来 又来了 又来了 莫听利空升高升 不要再听外面利空的消息了 利空满天飞啊 你看到没有 投信年十一买 十四年来最狂热 连买十四天买差不多两百多亿 对不对 连投信都来帮你护盘了 你在担心什么 重点你要买对股 对不对 你要买对股 所以你看 有的分析师带你 跟你讲这一支多少多少 可是呢 利空来的时候又带你乱停损 又带你乱卖股票 你每天看着护讯上上下下 你觉得你花了钱入会就一定每天要有护讯 然后跟着买 然后跟着卖这样子 你这样才觉得你无超所知吗 对啊 你觉得这样真的比较好吗 不是这样啦 你真的觉得这样真的比较好吗 你要的是要能够安心踏实的赚钱 来同学你的目的是赚钱 对啊 你的目的是你的存款 你的银行数字越来越多 不是买一个存在感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你的对账单 进出存在感 你的对账单很长一条 有没有一扯下来 好像无超手值买很多 对账单 好精彩 你就仔细看一看 赚多少 我麻烦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手续费 手续费真的 你要看你的钱是不是大部分都赚给券商 跟赚给政府了 有没有 很有可能 因为你光进出进出 其实你光缴掉多少手续费 那赚个三四十万 你的这个手续费跟那个什么 对啊 跟你的那个交易税算一算 对啊 赚个三四十万 你的税金可能就已经是 你要交出去多少 二三十万 你要交出去多少啊 那你不要这边短线做来做去 你搞不好赚更多 交给券商的钱 赚给政府的钱 都是到你手上啊 对啊 你就稳稳的做 所以股票你只要选对趋势成长股 是 就一路往上 没错 然后我们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一个逻辑和方式 好台积电 我要给你看台积电 日本厂 台积电最近消息有很多 对啊 他们要发员工分红 是 对不对 那你看喔 他的日本厂有一个叫 Denso这个要入股10% 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为什么 跨入车用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Denso是第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要加入 为什么 因为车用晶片缺啊 车用晶片缺啊 缺货 他入股的话 他就可以 大股东 有机会就先 有机会先拿 到自己家 对有没有 好聪明喔 第二件事情 美国厂船舰厂进度落后 这老师你之前不是就讲过了吗 一定会落后的啦 因为英特尔动不动就卡你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美国人现在就怎么样 不好使唤 对不对 欧美的人都不好使唤 当然啊 这个每天都晚晚上班早早下班的 他不像我们东方人亚洲人 日本人也是啊都很勤勉工作的啊 对不对 所以最有竞争力在哪里 在台湾啊 亚洲嘛 在台湾嘛 对不对 日本韩国 台湾 新加坡香港 这很有竞争力的 是 要爱台湾 台湾最近 台积电最近在招聘什么人才你知道吗 我有看好像新闻有出来了 政治背景的 老师你也可以耶 老师我觉得你很懂政治学 台积电要招政治背景的 你现在懂了吧 人家的眼光 为什么我还要给你去 人家的思维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解盘的时候 我还会用政治 角度 我会用我读过的政治学拿出来跟你解 我是工工系毕业 我还是念MBA 为什么我连政治学我都跑去读了 那你现在懂了没有 懂了 台面上有几个分析师有像我这样全方位的 我就跟你讲其实大国角力 经济背后还有政治因素 政治经济就是你知道吗 那个关联性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对不起 老师那天会再告诉你分析给你听 美国人做这个动作是什么 音乐马车的一个意义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一些政治学 现在连台积电都要 对啊没有保读师书的 会跟你讲这些吗 对啊 我才跟你讲完 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拜登怎么样去解他国内危机 对 对政治操作 你看 才过两天台积电就出来帮我背书了 连台积电都要找政治 政治背景 政治系的博士 哇 这真不容易要进台积电 还真的必须要十八班五一样样进东 没有他应该找的就是专门读政治的 可能有一些局势他就找读政治的人 判断 对因为他们现在开始 要到世界 地缘政治了嘛 对对对 台积电它现在已经不简单了嘛 好 来 成本狂飙 成本狂飙 车价孔两度较涨 这我们在节目一直在讲这件事 对 车价 对 老师你准备要开一个节目来讲 怎么买卖中古车吗 车价孔 我跟你讲连中古车可能就会涨 对啊 所以老师你周末可以准备来开一个新单元 我跟你讲我最近我已经偷偷多买几 多买几个中古车 哦 原来如此 过两天我再把我的那个 老师分享一下心得 分享一下怎么买卖中古车 你看车价都要调涨了 你说中古车车价会不会好 肯定啊 肯定会上来 对 所以我们全方位投资 是 对对对 各种理财的管道方法 老师通过后面分享 你看他写什么 有组装一辆车所需的零件 所需零件 运费直逼新车售价 所以运费占比很重啊 对 哦 懂了 好朋友可能没注意到 所以 车价赛长 你手上有 不是很旧的车 还不错的 你就不要乱卖了 ok 好 那所以现在适合去买二手车吗 现在买的价格应该都很高 对不对 因为现在抢手嘛 那要看你怎么买啊 要看你怎么买啊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新车 车价很贵 对 你可以去找两三年新的 还不错 八成新的二手 对八成新 要跑个两三万啊 对 对跑两三万 车都很新 然后想换线的 然后它的车价可能都已经 落地价就已经砍三成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懂了 好 再来我们继续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再看新闻 一点点 过两天我干脆把我的车 拿出来卖壮 看 我们节目竞标 看有谁要标我的车 节目竞标 标我的车好了 周五直播 标老师的 今天 跑车 今天早上我要开上 我要开 我要马上 马上阿滴 上来 然后我爸呢 我爸说 你这样 很好 身体还虚虚的 还是我带你起来 我先说 来台北 走走 我先说塞你的车 来 来游民山 打一下 来游民山 打一下 然后我就这样 好啊 不然你去路了 让老爸去 对我就跟我妈想 不然你去路了 坐妈妈去游民山 爽音 泡文庄去打一下 好赞喔 开着马沙拉地 对 所以我今天我就 让我爸开火车 你知道 你知道 那种车给他开 就真的是 没有办法 发挥他的信任 那你知道 长辈们开车 还是注意安全 对 因为他被开 人家说 就很牛 你知道 你 开在他后面 你会觉得说 这台车 这个车你这样开 要吹了 怎么 我爸就把我带来公司 然后就带我妈去 游民山 去跑山 去爽音 去泡温泉 你知道 今天如果你在 遥民山看到一台 蓝色的那个 马沙拉地的话 那就乘爸爸乘妈妈 好 所以这二手车 继续看 继续看 好 现在最后有限的时间了 我们还是重点在于 接下来的下一档 大家都很关心 我跟你讲 跟我操作 你不要担心 是 你看我们这一年来 我们总是怎么样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每次 国际利空在下你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 最后都能够怎么样 冲出来 而且富贵稳中求 我想 分析师 你也比较好多个了 我跟你讲 不要再比了啦 而且 我说你比来比去 你最后怎么样 你还是比便宜的 但是最后 你能够赚得到钱吗 你会觉得比我便宜 最后 不准 还亏钱 还有人跑去 本来要参加我 跑去参加别人的 参加别人之后怎么样 摸摸鼻子回来了 对 然后又摸鼻子 又想要回来 嗯哼 我不知道你回来 回不来啦 我是怕你 等到你回来 你手上又没钱了 你都忘记我们之前 在节目上分享过的 很多学类史 我说我从小到大 从来不缺 跟我擦肩而过的人 真的 很多都跟我擦肩而过 然后擦肩而过之后呢 你事后你才在后悔 我想趁你手上 你还有股票 对 你即使是套牢 那也没关系 你就来 赶快跟着老师 巴菲特班 对不对 我们带你华力转身 我说华力转身 你要转队 你才叫华力 你转错 那你可能还是很惨 所以华力转身 有华力转身的方法 方式 对 跟策略 是 没错 你就今年跟着建成老师 大丈夫 稳赚 转乾坤 让建成老师 帮着你来富贵稳中求 老师 球棒都准备好了 有没有人 那一天把我的诗 拿去送女朋友的 有成功的人 记得要来入会 你有答应老师的 我那天还收到一个大礼物 没有拿出来 情人节礼物吗 对啊 幸福 谢谢送我的 好 老师收到了 收到了 你的满满心意 因为是大礼物 我一直跟你讲 你们不要破费 因为上次有人送我卡迪亚 这一次有人送我 BOSS的 领带 OK 不要破费了 你们心意老师收到 你们赚到钱就可以了 OK 不要再破费了 好 那也希望你可以分享 老师的节目 我们的全民心运动会 持续 你想要来参加选股竞赛的 赶快把握 赶快来 还没报名赶快报名 我们就到这个月月底 好 好吗 那现在赶快来报名 你可以加入Lite群组 直接了解报名的方式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直接报名 25429977 最重要的是巴菲特班 我们现在持续的开班 请你不要再跟建成老师 擦身而过了 梁布宜新坚定 盘式震荡的时刻 你看到我们的股票是稳 盘式往上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是喷 看到了 我们的金拓科 已经来到95块了 四字头的朋友 都已经翻倍了 那现在下一档呢 下一档大老鹰 下一档金拓科在哪里 老师求棒帮你准备好 来到天秘区价位 我们就要准备来挥棒 棒不要乱挥 要在队的实际点 我就就像这一个 波士顿红花队的 泰德沃连斯 史上最佳打击手 他说什么 他只打甜蜜区的球 每一场比赛 很多球飞进来飞出去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边外面 他都不随便挥棒 只有落在这里面的 他才会挥出去 同样股票你不要天天做 只有进到甜蜜区的球 我就带你怎么样 挥棒 挥出去 挥在甜蜜区 然后一旦挥出去之后 我跟你说 就像飞出去的全雷打 那个金拓科的股价 就是头儿也不回了 好朋友们 下一档等着你 一起跟着建成老师 我们来甜蜜区 挥棒 一起来赚到 下一档大老鹰 25429977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让我陈建成带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